我今天要講的是 吸引力法則 還有許可事行銷 那我不是身心靈的老師 那我為什麼會講吸引力法則 那它跟許可事行銷有什麼關係 你可以看到這本書啊 這是最近買的一本書 是道勝和夫寫的 人為什麼活著 我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好一段時間在想這個問題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人為什麼活著 為什麼我會講吸引力法則 跟許可事行銷有關係 我為什麼會去買這本書 因為我是被這個作者吸引 然後我被這個主題所吸引 所以我去買這本書 然後我付了錢去買這本書 這個就是吸引力法則 而不是一個人直接拿本書 到我的面前來說 你一定要買你一定要買 那這種行為一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就不會想要買 那我相信在網路行銷裡面 你可能或是應該有聽過許可事行銷 那有很多狀況 我們會用在電子郵件的收集 名單的收集 那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許可事行銷 如果用在電子郵件上面的話 就是一般我們會把網頁放上一個收集表單 就是收集潛在客戶的電子郵件 或者是手機號碼 請網友去填寫 然後只要他填寫之後 我們就會發信件給對方 然後連續 連續疲勞式的紅炸 發信件給對方 但是這是經過他許可的 因為他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所以他才去訂閱這個 我們講電子報好了 他自己去訂閱的 當然最底下我們會有個推定系統 讓他主動去推定這個電子報 如果他不想收到信的話 那這個就是吸引力法則跟許可事行銷 因為我們在他的許可之下 吸引他進來訂閱 那我相信你也遇到過一個狀況 就是在臉書的社團 有時候或是常常被人家強迫 拉進去某一個社團裡面去 那他們做的是強迫性的推銷 他把我強制性的拉進去社團裡面 這種行為會讓人家很討厭 沒有好感 那所以你第一步就輸了 你輸在你的形象 你的印象大大的扣分 所以人家根本不會想買東西 只想直接把你刪掉 還有一種就是 目前的Line 很多人已經把重心轉到Line Facebook的比例開始降低 還有電子郵件的比例使用率也降低 那大家都轉到Line 那有很多人也開始 又用強迫邀請的方式 邀了很多人 然後邀到同一個群組去 那這個方式呢 跟那個臉書拉人進社團的方式一樣 很令人不喜歡 很令人討厭 那你又輸了 因為你又輸在第一步 你的印象被大大的扣分 所以你沒有掌握到吸引力法則 許一個是行銷 那你的網路行銷就做不好 因為你第一個印象就不好了 你還沒有取得別人的信任之前 你就做了一件讓人家討厭的事情 那你後續想講什麼 做什麼 產品再怎麼有吸引力 我也不會想跟你買 那到底怎麼做才是正確的方式 如果你要做網路行銷 因為你要把自己想成你是一個作家 你如果要做網路行銷的時候 你要把自己想成你是一個作家 你必須去自媒體 自媒體就是自己的媒體 你必須在你的blog 你的網站 你的臉書 你的Line 去發布對別人有用的訊息 你就把自己當成一個作者 一個作家 雖然你沒有去出實體的書 可是在網路上的自媒體 你自己就是一個出版社 你自己就要去po你的文章 po你拍的圖片等等 或者是你錄的影片 引起別人的興趣 這時候讓別人主動去訂閱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在交Line的生活圈 因為它就是一種虛格式行銷 而且它是一種讓潛在客戶 網路訪客 非常容易訂閱你的 許可式行銷的方法 它比電子郵件還要方便 它發送的訊息可以讓潛在客戶 很快就接收到 一旦你能夠掌握這種 許可式行銷的方式 然後吸引力法則 去曝光你的文章 你的素材 讓潛在客戶看到 讓他們能夠喜歡 他們主動訂閱 那你再定時的去發布 對他們有用的訊息 這樣子的行銷方式 才能夠讓你自己 在你的潛在客戶心中 留下一個好印象 在還沒有賣出產品之前 在客戶的心中留下一個好印象 是非常重要的 在客戶千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